4000元 不到4000元的價格就沒入手了 究竟他們跑起來的腳感如何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給大家 所以可以看他的碳板其實在中間這邊 也有加了很多根的那種比較抗扭的柱子 這雙跑鞋的腳感可以直接說是真的很像Nike的那個AlphaFly 我認為在落地的時候是比較適合用東竹跟前掌落地的 哈囉大家我是Jun Andre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中國的碳板跑鞋 上次頂級區間大概是1000多塊以上 今天的這幾雙呢 算是我認為開始比較有價錢上的競爭力了 這幾雙跑鞋在我入手的價格 目前大約是市價900人民幣左右 大約是3800塊左右的台幣 那雙11的時候我入手大概可以再便宜100塊 但現在可能已經沒有這個價錢 所以這幾雙碳板跑鞋 已經是他們品牌當中幾乎是接近一線的這些鞋款 竟然只要3000多元不到4000元的價格就可以入手 究竟他們跑起來的腳感如何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給大家 第一次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這雙361的飛鏢Future 可以看到它的外型啊 這件是配色我托我的朋友買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意外的很像巴斯光年的配色 綠色搭配這個紫色的顏色 其實是真的蠻帥的啊 但它鞋型的設計啊整體來說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它的設計語言 跟我們熟知的Puma有一雙跑鞋其實蠻像的 你看它的前面跟後面其實是兩段式的 如果你可以仔細看它的後跟 它這個地方其實是後面這個後跟是一塊 前面這個前掌是一塊 所以它其實兩塊中底結合把它的碳板箱在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碳板其實在中間這邊 也有加了很多根的那種比較抗扭的柱 所以其實整體的這種抗扭性啊 其實是非常好 那碳板也是很硬的 幾乎是凹不動的那種狀態 那整體的鞋子的設計啊 除了這些比較有趣的中底材質之外 它的大底也是使用 目前應該是中國跑鞋比較主流 都是使用像這樣CPU的大底 就是強調是耐磨性很好 然後在實際抓地表現我覺得算是很不錯的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那種會滑動的這種狀態 那我剛穿著這雙361 FUTURE 實際跑起來的感受啊 第一個比較明顯的就是 它完全沒有辦法用腳跟著地 它用腳跟著地的話 會感覺上啊 在落腳的時候會有比較不穩的狀態 因為它前後的這個中底材質 其實硬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實際跑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用腳跟著地 其實是沒有辦法跑的 它會有點強迫你一定要用中足或是前掌著地的方式 來做持續前進的狀態 那整體鞋子的感受呢 以它的中底Q軟程度來講 1到10分 如果10分是最軟 1分是最硬的話 我覺得它的Q軟感受 大約會落在3分到4分左右這個區間 就是整體來講 它是比較偏韌彈的這個跑鞋取向 它不是要強調非常Q軟的感受 那落地比較有點像是倫倫啊這樣 會有比較韌彈的狀態 然後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 可是比較好的狀態啊 還是必須要在中足左右落地的位置 是會帶來比較好的推進效果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中足或前掌著地 這張跑鞋或許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推進感受 那以推進效果來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1分是最不推 10分是最推的話 它的這種推進效果的感受 大約大約應該是落在7.5分左右 沒有到真的實際很暴力 可是你可以實際感覺這張鞋可以給你溫溫的往前的感受 OK 我們來看下一雙 第二次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張台灣跑者 我覺得討論度很高的中橋飛影PLATE 這張跑鞋呢 我第一眼看的時候我還想說 這個是籃球鞋吧 這個的中底也太厚了吧 但實際穿起來其實是沒有這麼高啦 它這個旁邊是有一點點 再包起來多一點點 所以它我覺得感覺上是想要讓你的穩定性稍微好一點 所以它其實有包過你的腳的兩側 這張跑鞋的腳感可以直接說 就真的很像Nike的那個Alpha Fly 就是非常的Q軟 然後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穩定推進的效果 那在著地的時候啊 如果這雙跑鞋我覺得也是 這幾雙碳板鞋開箱以來 唯一一雙 如果你沒有辦法用中足或前掌著地 就算它用腳跟著地 還是是一雙還蠻好跑的一雙 緩震效果很好的跑鞋 因為它整體的這個腳感是真的是非常Q軟Q彈 你可以看這樣按起來的腳感 整體的這個Q軟程度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在落腳的時候啊 你會感覺這雙跑鞋帶給你 第一個是好像踩在沙發上喔 非常的舒服的這種Q軟感 但是你真的給它用力一點的話 它還是可以給你很好的 往前回彈的力量 所以其實它的碳板在中間 雖然是比較可凹的啊 可是我覺得它的來源是材質可凹 它的板呢 其實還是有這種 他們說加強鋼骨結構 就是這個穩定性 其實推進效果是比較硬派的 不是只有一片碳板 它其實是有一些凹折的 讓它的抗扭性跟往前推進的效果比較好 那實際這雙跑鞋的這種左右旋轉的抗扭性啊 我認為沒有剛剛三月雙三月來的這麼好 那它的布面啊 比較有趣的是 完全是編織的一體式布面 所以它是沒有鞋舌的 那整個鞋面的包覆啊 其實有很多這種大的孔洞 所以實際跑起來是很透氣 但我覺得這也是它的小缺點 就是實際如果你是腳背比較多肉的人 或許跟這雙鞋型沒有這麼合適的話 你會覺得腳背好像有點束縛感比較緊 然後沒有這麼好 那像我其實是比較沒有肉的狀態 所以實際跑起來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雙跑鞋啊 它的包覆效果會覺得有這麼一點點的不穩 會覺得這雙跑鞋實際感受上 腳背好像有點不安全感 所以鞋子的這個鞋帶可能要多綁緊一點 然後再來講一個小缺點 你仔細看這個鞋帶 欸我才串沒幾次耶 它這個鞋帶馬上就這麼多毛邊了 一堆脫毛 這半面啊 這半面就長這樣 我剛剛仔細看這裡 還有一點異焦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就是白焦其實留在外面 好啦但整體來講 這雙跑鞋雖然做工上面 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沒有這麼好 但畢竟它就是一雙三千多塊的跑鞋 你要它真的到品質有這麼高 我覺得有點困難啊 但實際的以這個價位來說 如果你要買到差不多腳感的跑鞋 確實可能只有這雙中橋的飛影配有這樣的感受 但實際我剛剛在跑步的狀態啊 我會認為它的感受上 第一個腳感比較Q軟 第二個是往前推進的時候 會認為這雙跑鞋有一點點兩段式 就是這邊斷掉的這個設計啊 還是會有一點點感覺 前面跟後面是兩塊不一樣的中底在進行 所以你會有一點點 我覺得感受上會覺得是 一樣是有點不一貫這樣 就是沒有辦法是一起一起往前 你會覺得前掌跟後掌是有點分開的 然後跑起來的感受啊 也會有一點點側向的不穩定 我覺得也是因為鞋子中底Q軟的關係 所以讓它落腳的時候其實會有一點點 好像右腳塌陷多一點 會稍微往右傾一點點的這種感覺 所以落腳的時候 穩定性我覺得是沒有這麼好的 那當然這個就可能跟我個人跑之一有關係啊 然後再來吐槽一個小缺點 雖然他們現在都使用這個CPU大底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大底是有點小偷懶 就是沒有什麼划痕 就沒有什麼柯紋、紋路的設計 就是印幾個他們的這個logo上去 抓地力你覺得怎樣 但整體抓地力我覺得在 就是實際跑起來的感受上 只要不是在那種標線上 我覺得它的抓地力還是蠻好的 推進效果還是可以感覺到 你抓地往前推的時候 它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感受 那這雙跑鞋 1到10分的Q軟程度 10分最軟 它已經大概可以到8到8.5分左右 就整體的腳感真的是非常Q軟的感受 那推進效果呢 我認為大概是7.5分左右的這種彈性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雙 想要Q軟一點的碳板跑鞋的話 或許是一個還蠻好的選擇 但它又不會過度暴力到你可能駕馭不了 因為這雙跑鞋還算是可以用後腳跟著地的狀態來完成 所以 或許這雙跑鞋可以稍微考慮 但如果 是我的話 我可能 再想想看 就想想看 下一雙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手上的這雙特布的E60X5 Pro 那這雙跑鞋呢 也算是今天這三雙跑鞋裡面抬頭比較大的 畢竟現在的中國馬拉松的全國紀錄呢 是由這雙跑出來的 是兩小時零七分左右 那這雙跑鞋呢 也算是非常多比賽的常勝軍 也 我覺得討論度非常高 在現在台灣的跑者市場 那這雙跑鞋我覺得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它算是我今天評測的三雙跑鞋裡面 整體的落腳感受啊 或是整個細節的做工 都是比較一致性 我認為比較高級到位 就是整體的細節是很好 而且在落腳的感受跟推進的感受上 整個鞋子是非常一體的 不會有那種前後分開兩段式的這種感覺 那落底的感受上 它的中底材質 其實在著地的瞬間 是比較 一樣是跟361比較韌彈的類型 不會到過度塌陷 可是你會覺得它落腳的感受是很清脆的 著地沒多久 馬上就會給你這種很好的回退感受 那也不會因為 落腳的往前滾動的這種 速度過快啊 讓你會有那種一直被鞋帶著跑的感覺 我認為這雙跑鞋是 很輕鬆就可以把速度帶起來的跑鞋 像我剛剛在訓練的時候 我其實很容易就穿上這雙跑鞋 可以不知不覺跑到大概3分45左右的配速 可是心理感受好像 我明明就感覺用4分數的體感而已 所以這雙鞋在提速的這種效果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在大底的部分 它一樣是採用了這個CPU的大底 可是它的細節上 其實是比較多這種小顆粒的 那中間也保留了他們比較特色的這個X 在露出碳板的這個位置 那整體的鞋子的設計 我認為在落地的時候 是比較適合用中足跟前掌落地的 因為如果你用腳跟落地的話 還是會覺得這雙鞋的腳跟落地的感受上 也是稍微不足的 這隻鳥是怎樣 直接跟我這邊比大聲的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它的碳板是設計在內側 有稍微往上仰起來的這種狀態 那原廠是懸成這樣的碳板設計 可以讓你在落腳的時候 穩定效果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實際走上鞋的跑步的感受啊 在中底的這個材質上 推進感受上 Q軟程度我覺得它應該 大約是1分最硬 10分最軟的話 它大概是落在我認為 大概是4分左右的這種 中上一點點比較偏硬的腳感 那推進感受上我覺得它是 適中偏上 大概可以1到10分 10分最軟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到8分左右 就可以持續的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 果不其然這雙跑鞋 是我覺得這雙跑鞋裡面 它的腳感上比較接近Meta Speed Sky 亞瑟式的跑鞋 但價位只要3800耶 好可怕啊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開箱 這三雙價位大約都是在900人民幣 大約是3800塊左右的這個價位區間 可以選到的碳板跑鞋 那我覺得實際上啊 我自己個人推薦的話 如果想要軟Q一點的感受 可以選這雙中橋的Fail & Play 那如果想要比較紮實穩定 又可以持續推薦的感受 我覺得這雙特布的160X5 Pro 其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至於361的話 我覺得它的設計整個是滿帥的 可是我真的個人 沒有那麼喜歡它的腳感 而且我覺得它有點鬆散的感覺 就是前後其實沒有很一致性 那Fail & Play 我覺得也是 雖然它的評論度討論度很高啦 可是 就是對著其它這個價錢區間 可是如果你要說它真的功能超強 有到可以跟Nike 愛迪達比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一小段差距啊 可能完成性比較好的 還是這雙特布的160X5 Pro 但是如果這雙你覺得腳感比較扎實的這種情況 不是你適應的話 大家就是還是要考慮一下 那再來就是 這兩雙跑鞋都不太適合用腳跟著地 都必須要用中足或前掌 所以在駕馭的難度上其實比較高的 所以中橋Fail & Play的或許 在實力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可能你跑五分數 我覺得它還是可以當作一個 還不錯的慢跑鞋 那比賽中來使用的話也是完全沒問題 但這兩雙 我認為至少要到四分半以內的配速 跑起來比較不會有太困難的駕馭感受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開箱的這三雙 中國碳板跑鞋大概在九千塊人民幣價位 就是三千九百塊左右台幣的這個區間 可以買到什麼樣的跑鞋 那下一集呢 還要來跟大家開箱 我覺得更扯 這三雙三千多可以買到碳板鞋 沒有關係 兩千五百塊 還有機會買到另外兩雙 我們下一集來跟大家介紹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今天就要跳一下 我們可以買到五十八千塊 我們可以買到五十七百塊 還有五十七百塊 請我們按讚訂閱 幾十四十八千塊 有些八千塊 馬來自我 請按讚 點讚